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句话用在黑色月光这部剧上,恰如其分 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复仇的火焰 更是人性在黑暗中的挣扎与觉醒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 由新闻女王班底轻力打造的港剧新作 黑色月光 故事开篇,富家公子蒋基骏在一次私密的约会中 意外发现隐藏的摄像头,一场仙人跳的阴谋由此揭开 公关高手于满月迅速介入,以其雷厉风行的手段 不仅平息了事端,更在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原来,这一切都与宝蝶集团的危机息息相关 宝蝶集团,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帝国,如今却四面楚歌 失去了四大地产商的支持,旧区重建工程停滞不前 外界质疑生四起 更糟糕的是,集团掌舵人蒋哲贤的健康状况也沉迷 在这个关键时刻,云满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让蒋家的公子蒋基骏回港 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力,为集团注入新的活力 蒋基骏的回港之路并不平坦 刚一落地,他就陷入了媒体的围追堵截 好在有云满月的机制应对,才得以化险为宜 但这只是云满月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订婚宴上,蒋基骏的国外女友突然现身 一场精心准备的婚礼瞬间变成了闹剧 而这一切都在云满月的掌控之中 随着剧情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 云满月的复仇计划远不止于此 他租住的房子里,那面贴满了人物资料和照片的玻璃墙 就是他复仇决心的最好证明 而剧中的人物关系,也如同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将每个人紧紧相连 黑色月光在人物塑造上,无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每个角色都立体鲜明,各具特色,让人过目难忘 云满月,这个复仇女神的形象,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 他目标明确,做事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恨意 但这份恨意并没有让他迷失自我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在复仇的路上 他的每一次出手都精准无误 让人不禁为他的智慧和勇气所折服 而卓慧云,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坚强和决绝 他从小就喜欢蒋基俊,但命运却让他成为了蒋家的媳妇 在婚姻中,他遭受了无数的屈辱和背叛 但他并没有选择沉默和忍受 最终,他选择了与余满月合作,共同对抗那个让他心碎的男人 他的黑化过程,既让人心疼,又让人敬佩 墨家朗,这个单纯善良的大男孩,无疑是剧中的一股清流 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光彩的家庭 但他的心灵,却像他的名字一样,清澈明亮 他对于满月的喜欢,是那么纯粹和真挚 让人不禁为他的痴情所感动 他的单纯和善良,也让他成为了于满月复仇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黑色月光,在演员阵容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杨倩尧,王浩信,林夏威,马志威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为这部剧,注入了强大的演技宝障 杨倩尧饰演的于满月,霸气暗黑,让人印象深刻 他将一个复仇女神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眼神还是动作,都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和力量 他的表演,让人仿佛看到了于满月内心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王浩信饰演的蒋基俊,沉稳内敛,又不失风流倜傥 他将一个富家公子的形象,演绎得栩栩如生 既有顽固子弟的放荡不羁,又有在家族危机面前的担当和勇气 他的表演,让人看到了蒋基俊内心的挣扎和成长 林夏威饰演的卓慧云,从小白兔到黑化女神的转变,让人惊叹于他的演技 他将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无奈和挣扎,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他的命运所揪心 而他的黑化过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内心的坚韧和决绝 马志威饰演的反派角色,更是坏得让人咬牙切齿 他的表演,让人仿佛看到了人性中最阉暗的一面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让人紧张不已,生怕他又会搞出什么阴谋诡计 黑色月光的剧情,无疑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剧情紧凑,高潮迭起,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每一集都有新的悬念和冲突出现,让人无法预测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而剧中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更是增加了剧情的悬疑性和观赏性 在剧中,我们看到了云满月如何一步步实施他的复仇计划 看到了蒋基骏如何在家族危机中挣扎和成长 看到了卓慧云如何从一个单纯的女孩变成一个黑化的女神 看到了墨加朗如何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保持他的单纯和善良 每一个情节都让人印象深刻,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惊叹不已 黑色月光作为新闻女王班底打造的电视剧,无疑延续了港剧的高水准 剧情新颖带感,人物塑造成功,演员表现出色 这部剧无疑成为了港剧的一部佳作 对于喜欢复仇爽剧或港剧的观众来说 黑色月光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作品 它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人物塑造 更有着深刻的主题和寓意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黑暗中的挣扎与觉醒 让我们感受到了复仇与救赎的交织与碰撞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